我們看第一題 他說這個雙曲線 下類合則正確 我們看A選項 他說中心位置 在這個1跟負2 首先我們看 這個焦點在哪裡 焦點 F1 是負3 1 然後另外一個焦點 F2 是在5跟負2 所以他的中心位置 是在哪裡 兩個加起來除以2 這個加這個是2 2除以2是1 這加起來是負4 負4除以2是負2 所以A選項是對 我們看B 他說貫總長 貫總長就2A 這個是不是等於4 是不是等於4 我們現在來看 這就是2A 2A應該是8才對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這樣我們看C C 這個選項是說兩個焦點 兩個焦點 是負3 1跟5 負5 對 不是我們剛剛寫出來 C是對 再來我們看看D D D這個選項的話 他說貫總所在的直線方程 貫總所在的直線方程 貫總所在的直線方程 就是兩個焦點 所在的直線方程 如果兩個焦點在這裡 那這個貫總就是這個 所以那個貫總所在的直線位置 就是兩個焦點所在的直線位置 那這兩點的話 它構成的協力就是什麼 M 是等於這個減這個是6 這個減這個是貫8 所以是4分是貫3 那我再用點協式 Y的話 減掉1 等於4分是貫3 X加3 那我要整理一下 4Y加3X 3X 4Y 不用寫太快 4Y 減4 等於貫3的貫4 減9 所以就得到3的貫4 加3 4Y 等於貫5 就加5等於0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D這個選項是對的 就是這個方程式 再我們看1 1 1他說共二軸所在的直線方程 那共二軸跟那個貫軸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共二軸可以設它四成多少 這兩個對調 其中一個交五好 4X 減掉3Y 等於K 然後呢 我們知道 這一個 這個 共二軸它會通過圓點 就是說 現在雙曲線的話 就是這樣 這是貫軸 這是共二軸 這兩條軸它都會通過什麼 通過中心點 不是圓點 中心點就是這個 奧九把這個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就多少 4乘以1的話是4 減掉3乘以2是-6 這3加4加6等於10 也就是這直線方程 共二軸的直線方程 是4X 減3Y等於10 減10等於1 所以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 A C 第一 答案應該選 A C 第一 答案應該選